让这样子的爱的种子 能够去把它散播出去 都会让他们能够自己站起来 林医工医师不止深耕大林慈激医院 也自愿到各个国家参与疫诊 在2018年慈激仁医年会分享行医过程 放下身段无私付出 让仁医会学员非常感动 医师都是教授级的 专科级的 他都可以去到就是下手下脚 这样子不怕肮脏去帮助病人 去当那些厨 我觉得这个是很震撼的 我觉得目前在我们私人医院里 是做不到的 如果没有仁医会走进去 这些人怎么办呢 马来西亚30岁的李先生 19岁那年罹患糖尿病 研究布里森还服用毒品 暴饮暴食 造成肾衰竭 仁医会的陪伴让他找回信心 开始认真照顾自己的健康 不管这个患者他是贫富 贵与健 我们都要用心去做 因为我们既然认识了这个患者 证明我们就跟他有姻缘关系 所以我们要做到我们的善缘 透过各团队分享经验 此季仁医会延续大爱 继续深入世界各个暗角 秉持尊重生命的信念 医人医病 耿医心 大家新闻真伤美知公理教路 李昌林 陈昆安 花莲报导 支持明镜 咱申安 限制